还是形成转换 这个防守质量一上来之后 将军现在整个进攻 辅哥单打 拉开之后 看看今天辅哥的状态怎么样 篮下进攻 坐着打 我觉得要是优势了 其实无拍 今天福阁有抬头的势头 还是希望未来赛战 今天我们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关注篮球比赛 福阁 我觉得今天福阁的状态 直接被破坏了 又是福阁 抢断之后 一条篮球 打力 直接丢了 这个犯规不太明智 经纬呢 得等下一个四球 这球呢 再回来啊 很难了 福阁呢 在里角空位机会 抓住了吗 打成了 问题 刚说 刚说要控制失误 一减拉开比分差去呢 其实就是因为失误 至于 这车里没选 哦 还有抢断啊 三打二 来历 不过这个时候 就被判断了 福阁的反抢 两人连线完成 得分 防守在篮下的威胁 也会给他更普遍 又一个失误吗 福阁 在外线又一次终结 杀起来 造成犯规并且打进 福阁 卖线接球 有点一锤定音的意思 不能打谁啊 可以得到福阁 最后自己来拆 完成进步 来吧 来吧 来吧